来看金门观光船被中国海警登检 专家就分析中国就是要把事情闹大 而对此我国也抛出了阴影的方式 海巡署主张一定会上前趋力保护 而国防部长邱国正则说 国军不会主动介入 因为一旦介入的话绝对会升高冲突 两岸关系近期因中国无名船事件 紧张气氛直线上升 中国宣布启动惊吓海域常态巡查 立刻针对我方船只登检 给我方前线执法造成挑战 我们的船会第一时间 我们会去跑到两船的中间 希望他们不要被登检 面对中国挑衅海委会建议我方船只 避免让海警登船产生摩擦 但海上追逐日后恐怕成为日常 我国严正执法不容退让 我们的SOP历来都非常的清楚 现在在任何的一个海域 不要说被登检 海巡前线北斧沉重压力也与国防部共同掌握海域目标动态国军强调不会主调介入升高态势 但若海巡提出支援需求一定持缘 但未来金门禁限制水域势必遭到压缩 中方摆明要将事情闹大 过去金夏之间海域双方来往保持一定默契 如今稍微偏行就可能遭到对岸海警关切 中国新华社更呛声化解释我方一厢情愿 却只字未提对岸渔船长期越界侵扰我方海域 蛮横举动才是造成冲突的主因 记得我订阅吴永安台北长的报道